好 赖清德当选了总统打破八年换党执政的魔咒 但是蓝军就炮轰赖清德是彻底不认同中华民国的台独总统 并且担心未来两岸关系包括了两岸红利可能会被收回 还有台海问题兵凶战危 这都会是赖清德上任之后的最大挑战 2024总统大选落幕赖清德以558万票当选下届总统 但要当中华民国的总统赖清德致辞却不是讲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台湾会继续和国际民主盟友并肩同行 不仅台湾两字平出现连中华民国宪法都用中华民国宪政体制取代 反正炮后赖清德根本心里彻底没有中华民国 赖清德就是一个彻彻底底不认同中华民国 不认同中华民国宪法的台独总统 未来我们的四年他就要守在一个悬崖边 如今赖清德当选由专家分析两岸关系台海危机 恐怕的经济冲击 尤其就怕ECFA变因撼动两岸经贸 事实上中华大陆已经释出 就是有很多找收清单要提前来结束 一定会对相关的产业产生冲击 影响这么多的就业人口 未来ECFA还有530多项的找收清单 就受到非常大的一个冲击 观光旅游是大家比较显性可以看得到的 旅游观光客来的消费购物 3%的一个GDP占比 却是百万人赖以生活的一个民生产业 所以这个感受度是强烈的 真的两岸关系不佳 和经济冲击的时候受伤害的 不会是只有观光旅游业 不只经济备受关注 赖清德过去务实台独工作者的表白 有专家预言520就职前台海紧张情势 很可能再升级 尤其是军事形势是非常非常严峻的 大选落幕从经济到两岸台海问题 恐怕才是新总统将要面对的艰难问题 记得于盛行离选 SNG小组台北报道 赖萧佩以558万60119票 得票率四成当选了新任总统 我们这一次的选举 国际媒体高度的瞩目 彭博就报道如此的结果 这也显示了北京对台政策 对于台湾民意的影响甚微 然而这也显示中国对台政策 恐怕要面临新的挑战 好 赖清德就承诺维持台海和平 所以未来国防部长一直 不管格魁人选是什么人 那国防部长这一定是赖清德说了算 于现任的国防部长邱国正 任职三年多 应该是会跟随蔡英文总统来同进退 那目前可能的部长人选 包括了前参谋总长陈宝渝 李喜明以及黄树光 还有前后辈司令 余连发还有退补会的副主委 李文中等人都是点名的国防部长人选 那么现在看到大选结束 新国会已经来形成了 将在2月1号国会新会期报道 民进党在总统大选获胜 可是国会席次却没有过半 调了实习 根据了解行政院长陈建仁呢 前天已经向太总统请辞 不过获得未留 那么内阁最快在周四会依照惯例总词 但是呢这个陈建仁看守到520的几率蛮高的 以来协助新就任的团队进行交接 好看到立法院呢 新民意组成的大幅翻新 战将林立 而且呢各党是不过半的 没有一党掌握绝对的主导权 也因此宣布了立愿进入战国时代 这好像是武侠小说当中决战光明顶 要来角逐武林盟主 也就是立愿龙头的国民党韩国瑜 以及民进党游锡坤哦 必须要来拉拢关键少数的民众党 那么民众党呢 今天会来开记者会提出支持的条件 支持允诺改革的一方 相当于呢 这是要蓝绿两派先化压纳同民众 蓝营准立委当选人 各个笑容藏不了 今年立委选战国民党以52席 重返国会第一大党 下一站立愿龙头之争也将开打 连长招 支持者迫不及待想要教育生院长 不过想当立愿龙头没那么容易 摊开今年立愿113席次分配 国民党总共拿到了52席 民进党则是占有51席 民众党靠部分区成功夺下8席 不过过半的门槛是57席 这次国会三党未过半 民众党更是成为关键少数 如果曾黄珊珊或台湾民众党好朋友 还认同了我们当时候监督民进党 希望能够达成联合政府 能够对于政策我们谈对 中华民国对台湾有利的方向 那么我觉得还是有合作的机会 蓝绿争取民众党支持 前高雄市长韩国瑜出马呼声高 绿营预期会由游锡坤争取续任 绿白还是蓝白怎么合宗联合 也成了最大悬念 那么现在的政治现实就是如此 你国民党没有单独过半 那所以像这个院长的席词他一定要过半数的支持 所以我们还是会全力的来争取民众党的支持 未来立法院龙头将是游锡坤和韩国瑜的战争 民众党将会是关键的少数 两党势必都要找民众党沟通 距离国会开议只剩下两个礼拜的时间 民众党原本说不会绿白合推人选 角逐立院院长 现在态度却有点微妙 一早都在讨论这个到底立法院院长副院长 民众党要怎么投票 所以今天早上黄柏昌跟黄山山 至少他们两个是排名比的 所以先讨论 柯文哲没把话说死 民众党随后回应 内部已经有共序15号将公布 兔子水牛最终谁出现 民众党的态度成关键 介绍正道书函台北报道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